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葳葳老师 今天呢,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如何在我们的换弦过程中保持非常平顺的一种状态 只要学会了这个点呢 我相信啊,你们拉任何的连弓的换弦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说这个弦啊 是所以换弦会有痕迹 是因为你的角度过大 它的底层逻辑呢 其实就是我们啊,在每一次换弦的时候 要有一个趋势靠近下一条弦,对吧 但是很多人会把握不了这个时间点和节奏哈 然后那我们怎么练呢 比如说我们以这个G弦为例啊 我们在G弦上呢 我们同时在拆分三个小平面 什么意思哈 比如说我这个D弦哈 我这样去拉,对吧 好,还有一个平面是 我们在靠近G弦,但是呢 每一个平面啊,你的手一点点细微的差别 但是你要去感觉到每一个平面 如果这样两个音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换成一弦一个音 靠近G,中线,靠近A 中线,靠近G,中线,靠近A 好,这样也没问题了 那我们就试一下连弓的 靠近A,中线,靠近G 靠近A,中线,靠近G 好,这些课啊 我将分享关于如何在其他的弦上哈 去把这个平面找准 以及在我们的现实的这个连弓中 如何去运用的问题 欢迎到时候收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